爱就像蓝天 白云 晴空万里 忽然暴风雨 无处躲避 总是让人失了不及 人就像幻虫感冒 搭着喷嚏 把舌要休息 冷若交替 患是犹豫 冷若此故意 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7月30号 欢迎大家收听或者收看我们中美大事随身听节目 马上新的一个月份又要来到了 不知各位在新的这一月有什么新的打算和计划吗 如果您想让您的人生变得非常充实 我们会建议您为自己的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时间周期定一个目标 然后再不断完成一个又一个的目标中前进 这样让我们经常感受到一种成就感 这样不断的累积下来 你们会发现一年下来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么如果您在您的新的计划中有任何信息方面的需求的话 您可以前来我们58通城海外社群获得信息或者发布信息 当然了我们的海外社群平台上不仅仅有各种生活方面的信息互动 也包括很多重要的新闻播报和大家需要了解的当地和国际知识 在上周我们就看到58通城 孙地亚哥海外社群平台上转载了一篇来自公众号西亚图IT圈的文章 文章的标题是细思极恐 你坐着Uber 他却开着直播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且听我为您慢慢道来 在一个周六的晚上 两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坐上了一部从密疏里州圣路易斯市中心开往郊区的黑色雪佛兰Uber专车 车主是一个叫做Jason的32岁男人 洛塞胡子本地人 看上去很有善 他们甚至和他聊到了他们一会儿要去约会的朋友 两个女孩坐在车的后排座位上 他们注意到了车厢内紫色灯光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这紫色灯光下 他们正坐在一台隐秘的摄像机前 他们动作表情以及对话 车内的一切都正在网络上直播 在网络的另一端 看客的评论如潮水般倾斜 金发的那个七分 中发的五分 一个叫Eric的看客评论道 可他的坐姿显得没有什么教养 另一个看客补充说 气氛好胜人呀 还有人说 从今年三月起 在乘客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Uber司机Jason在直播平台已经做了700多次这样的直播 平均每次有4万多人在线观看 累计打赏超过3500美元 他同时还是Lift签约司机 Lift接单的时候也会直播 他在平台上的名字叫做蓝精灵 被他直播过的乘客包括儿童 烂醉如泥的大学生 本地电视台主播 以及著名乐队吉他手等等等等 他们有人在车里呕吐 有人亲热接吻 有人点名道姓的说着亲戚朋友和老板的坏话 所有这些都被原封不动的直播出去 网络看客们围观评论 点评孩子和父母给女乘客的身材打分 拿他们的对话开始各种各样的玩笑 而对于司机Jason来说 这只不过是一种赚钱的方式 就在那个周六 在两个女孩没有上车之前 Jason在路边趴活 已经等了30多分钟了 还是没有客人 他直播粉丝开始流失 这个时候两个女孩走进了他的车 他对摄像头说 但愿是个好活 但愿够劲爆 那个金发的看起来不错 嗯挺可爱 另一个是那个打车的 他不漂亮 紧接着两个女孩打开车门坐了进来 他们有点抱怨 为什么车里会有紫色灯 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 正在发生着什么 直播中Jason开始和金发女孩聊天 女孩还自嘲道 他总是忍不住把自己的故事讲给Uber司机厅 Jason回答是 这样挺好的嘛 很快直播的人气就上来了 很多新的看客进入直播间 留言开始刷屏 有人开始为金发女孩打分标价 不久 两个女孩到目的地下车了 这一晚后续又有几波乘客 有个年轻人带着一个神情恍惚的女孩 年轻人不时回头查看后排女孩是否还好 而女孩显得神志不清 观众评论说 这一晚对这个女孩来说发生了太多的事 而下一个乘客是一位年轻妇女 坐在后排不知为什么而哭泣 观众评论说 她的内衣走光了 深夜时分 Jason结束了她的直播 最后她给粉丝留言 我爱你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然后就下线了 曾经有乘客发现 有摄像头对准车内 提出过质疑 司机的回答是 这是因为安全问题 类似行车记录仪一样的东西 有一些乘客 事后听说自己上了直播 他们向Uber提出过抗议 Uber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5美元代金券 以及告诉他们 今后不会再匹配到这个司机的车 同时Uber和Lyft曾表示 这个司机并没有违法 因为在秘书里州 想要公开一段对话内容 只要对话中的任何一方同意即可 而司机本人恰好是对话人之一 Uber说乘客本身也要遵守他们所在的州的法律 在别的州这样做可能是非法的 但在秘书里合法 至于道德层面的问题 两家公司都没有回应 直到这件事在上周五晚上被人全面的捅出来 舆论反应非常严重 于是周六晚9点半左右 Uber跳出来发表声明说 他们已经停止了这个司机的APP账号 当天这个直播平台也把他的所有视频下线了 周日Lyft也关停了此人账号 周一早上Uber表示已经彻底取消了他的网约车司机资格 那么在Jason的直播中 常有人质疑他关于乘客的隐私问题 他回答说 我的车是公共交通服务 所以车内也属于公共区域 你可以在自己家的卧室里清热 但你不应该在一个陌生人的车里做那种事 特别是像我的车算是在公共区域内 如果你非要坐 那也就不怕被别人看 一个月前 他的直播捕捉到了一个女乘客坐在后排群抵走光的镜头 被耗时的看客做了截屏上传到网上 走光的视频也一直挂在Jason的直播频道上 直到上周六频道被关闭 因为直播平台不允许出现裸体漏点等镜头 所以Jason特别给这段视频用一张公鸡的图片打了马 美其名曰最大限度的尊重客人 事发之后 当地某报对司机Jason做了专访 问起他为什么要在Uber车上做直播 他的回答是 我并不是因为开了Uber而直播 我是想要做直播才去开Uber 挣钱不是原因我老婆挣的钱已经够多了 他本人是警校毕业是州里的治安官员 司机本人认为直播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他还有一群疯狂的粉丝 每天在平台上就等他上线直播 还有人制作了主题T恤衫 和这群人的狂欢形成对照的是 那些隐私被完全出卖 还不明就里的乘客们 当采访结束的时候 Jason要求说 能不能只透露我的名字 不要出现信誓 当问起原因 他说 给我留点隐私吧 互联网太疯狂了 这才真的是莫大的讽刺 那么既然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 作为乘客的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呢 首先不要在Uber或者Lift等车上 谈论私密的事情 其次如果穿得清凉的话 尽量把包放在腿上 或者胸前挡住私密部位 那么如果真的发现司机有这种行为 拒绝乘坐并且联系Uber投诉他们 可能对于乘客来说 这些也仅仅是我们能做的 维护自己权益的 少数事情而已吧 其实无独有偶 在去年2017年12月 一篇曝光360智能摄像机旗下 水滴直播平台 公开直播各种各样公共场所 监控画面的文章就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文中揭露了360水滴直播存在的 侵犯公民应私问题 在这个直播平台上 不间断地播放着来自商家用户的 各类监控画面 包括健身房 养殖场 餐厅后厨 手工工作台 游乐场等等场合 不管是作用于监控内部人员工作情况和场所安全 还是用来全程记录普通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画面 全都堂而皇之地在这里面向全宇宙直播 当然我们相信水滴直播的出发点 也许确实是好的 但确实从它实际的效果上 让很多人感觉到不安 而且有很多人受到了伤害 那么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无限发达的社会中 如何定义隐私权 如何定义肖像权 或许正在成为一个比网络技术更急需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冰雪聪明的各位听众 您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您在我们YouTube频道下方的评论区中 提出你们的见解 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则涨价的新闻 新闻来源是乔报 标题是美国对铝制品加税 可口可乐声称 对不起 我们要涨价了 文章内容讲到 Trump的关税政策让许多在美企业无故受累 哈雷被迫出走 乐器公司穆格音乐不堪压力考虑离开 最大的钉子公司也表示可能被关税逼到墨西哥 25号可口可乐公司CEO宣布年终将涨价 由于美国对进口钢铝施加关税 可口可乐表示不得不涨价 CEO先生说 我们不得不和饮料罐合作伙伴一道 在今年年中提高可口可乐的价格 尽管这非常少见 对钢铝等金属征收关税 是导致我们在年中提高价格的诸多因素之一 不过他同时表示 尽管受到了影响 但可口可乐可能相比其他公司仍然有一点优势 因为他们的产品是在当地生产的 今年3月 美国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 自6月开始美国对于欧盟和一系列其他国家关税开始实施 美国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对国家安全考虑 几乎所有被新关税波及的国家都表示正准备开始实施回应措施 其中欧盟对一系列美国出品的商品施加了25%的附加税 很多硅谷高科技企业表示 关税只会让生意更难做 美国精密配件公司是一家精密轴承配件经销商 7月6号美国启动对华301关税那天 这家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轴承正在海上 这批货将被加征25%的关税 这家公司总裁表示涨价是唯一的选择 要在美国生产和中国一样的轴承 增加成本远远不止25% 作为经销商 短期来讲 这个公司的业务量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于它的客户来讲 目前除了继续使用中国配件外 基本上别无选择 如果不想停工的话 只能先把关税交上 同时开始向美国政府申请关税豁免 但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将顺着产业链不断向下传导 轴承虽小 影响面却会非常大 电动工具 农用设备 采矿设备 各种消费类产品 从汽车到洗碗机 甚至电脑硬盘里都有一两个轴承 只要是会动的都会有 那么从这些消息中 我们可以看到 贸易战已经伤害到了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 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所以作为普通老百姓 我们只能迫切的希望 美国尽快与更多的国家达成贸易上的合作 而不是对抗的形式 但希望毕竟是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能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去从正面推动事件往积极的方向发展 如果您有这方面见解 也欢迎您分享给我们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在节目最后 照例为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 这首老歌是由唐朝老五带来的 唐朝老五是谁呢 就是我们著名的唐朝乐队的主音吉他手 这是他当年丹飞之后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 《再度归来》 那么这一首歌呢 也被我们认为是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之后 唯一能听到的最像那个唐朝的一首歌 好 接下来就请您欣赏唐朝老五带来的《再度归来》 我是维钦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 luxury 那些乐在心中 在高本里出品 三首歌 很严盛的是什么 那夕日才始终 els此也itan 跟东西的心 欣赏唐朝老五带存够 非常严心的 严实的 也感敏唐朝老五带来的 雅 blueberry 牵着你的心 在不回来 牵着你的心 在不回来 在不回来 杀人脸山 影帝又送入海面 随半价散为这空间 清风中 听到这心的明镜 希望坐在我身旁 在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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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枝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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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